哈喽,早上好,我是你们喜欢的妞,又是新的一天,咱们呢又准备要出发了,在出发之前呢,妞有些心里话想跟你们说一说,这波咱家妞呢,从亚安去看望了一下妞徒步时候认识的哥哥跟嫂子,然后呢,从亚安又折返到了汶川,为什么从亚安又折返到了汶川呢,是这样的,因为汶川这边呢, 有一个叫阿坝小环线,这个阿坝小环线呢,它的排拔呢,是在一千多,两千多,三千多之间不等,然后呢,我就想让大家五块钱通过这个阿坝小环线的这一个小环线,让它来适应一下这个高原的反应,因为像大家五块钱这种的话,就是血压非常高,吸引力又非常快,它这种情况其实呢,是不适合上这个鞋档就是高原的,但是呢, 东北人啊,你们东北人啊,是真将啊,比我们山东人还将,咋说就不听,就非得要跟我一会儿去 其实吧,我也理解它,你说我一个女人,开这么大个车上西道,她肯定是担心,肯定是不放心 但是呢,她跟着我去呢,说实话,我呢还特别担心她的身体 所以呢,就在这个小环线的路线上呢,让她适应一下 如果说,中途她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高反的情况,或是不适应 我就准备让她折反 看看她是回家待着,还是去别的地方等着我 反正呢,是不等她再跟着我,继续往前行了 然后呢,我一个人继续往前走 咱们话说到这儿啊,那肯定又有人说了 都这样了,那你为什么还非要上西道呢 你说你这冒着险去,你涂啥呀 你说你一个女人,是吧 你消灭了回家,生个孩子,多好 其实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 咱家妞呢,是从18年开始喜欢上户外的 是从2020年,然后开始来到咱们西瓜视频 做了自媒体,这一转眼呢 做自媒体一年多了 然后呢,粉丝呢,也长了点 但是不多,也算是在这个网络上 有那么一喜之际了 前提是还是靠大家伙喜欢跟支持 靠你们的太爱 那咱们话又说回来 哪个做自媒体的,不想多找点粉 流量大一些,多挣一点 这是实话不 你们说呢 咱家妞呢,粉丝量长得快一点 是吧 你们大家伙关注妞呢 你看着也高兴,是吧 哎,妞你看最近,哎,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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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粉了 你们看着也高兴 所以说呢,这套路线无论如何 咱家妞呢,是必须要走的 去年呢,咱是走的,青藏线上的 然后就是318穿脏线下的 哎呀,去年呢,这是五块钱跟着我 差点把小命都冷脏 也是去年走的地方,海拔太高了 这一趟走啊,其实别的我都不担心 我呢,就是担心她的身体 但是呢,咱家妞现在做这个自媒体啊 是不是,我这个人呢,比较要强 我既然说是我做了这个自媒体 我就想把它做好 哎,不想说是,呃,叼耳朗当的,就那样了 我就想呢,自己苦一点也好,累一点也好 你们大家伙喜欢我,那我就多拍一些你们大家伙喜欢的 也有很多人想上西档,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呢,来不了 只能通过视频来看一看 你现在下五块钱这种情况呢,是吧 高反,特别严重,高血压,吸引率快的 有很多人跟他也是一样的,也去不了 只能通过这个手机呢,来看一看 所以说呢,我就想必须要坚持 就是把它当先走下来 然后今年呢,我想走317上 嗯,我听了好多车友说这个317的风景也是非常美的 呃,如果说317的路线顺利的走下来的话 我准备冲一阿里,然后直接到达新疆 这就是我,就是下面的一个路线规划 这样的话呢,牛这一声也就不忘死行了 西藏我就走过4条路线了 其实人的一声也很短 您能有几次机会来西藏走一走,是吧 牛呢,在这里感谢所有的叔叔阿姨兄弟的灯文 谢谢你们一路的陪伴 也感谢你们对牛的喜欢与支持 哎呀,一想到去年在西藏换钱 然后告诉阿姨,我这心里就不顺利了 没事 如果说他到前面不行的话 我就让他回家 好了 剩下的都是美好,对吧 只要坚持,只要去想 都能做到,都能成功 归在坚持 5块钱 哎呀 出发 好嘞 好嘞 好嘞